大家好,又是我斌爺,今天我來深圳這裡看看有什麼新科技賣的 這間是其中一棟專門賣電子零件,手機零件 裏面有一間賣小米,小米最新出產的產品都可以在那裏賣 如果外面不能賣,這裏都有的,所以通常我都會走來這裏,如果去深圳的話 都會離開這裏去看看有什麼新的產品賣 這間商場來說,SD卡,螢幕貼,藍牙耳機,全部都是批發價 全部都是批發價,非常值得買的,現在還有webcam 好了,我就去開這一間的,雅博叫做,雅博 看到它全部都有齊了,ok 有最新的電鑽賣,這個小米電鑽 好似挺好的 我們在這裏,萬哈的第一個門口,A門口進去 就沒有我找那個尺賣,那個數碼尺賣 所以我就來這裏,萬哈的B門口進去 看看裏面有沒有賣 再下一個就是一個叫萬哈商場 那在這裏我找到了,就是我想要的這個激光尺 不是93元而已,ok 好,麻煩你,我想要這個,現在就伸出了這個叫小愛老師的翻譯機 那它英文那裏呢,可以學習買的 應該買四百多,對吧 啊,八十星的 這裏又有OSMO賣 這支什麼筆呢,這支呢就是那些,螺絲批的,電子螺絲批 OK,很多東西是賣的,現在 最新式的開瓶器也有啦 你看,連烈蚊的也有,這個,烈蚊的,電子蚊香 好了,而我呢,我就買了這個,鼻毛機 剪鼻毛用的,不知道有沒有用 40元而已,那當然試試啦 然後,主角就是你去了 這個呢,這個是,激光電子尺 遲些我就會試一試它的功能,94元,非常之划算的啦 拆禮物的時候,今天去深圳就買了這兩件東西 一個是剪鼻毛機來的,ok 我們不如現在先看這個剪鼻毛機 看看是怎樣的 剪鼻毛機 剪鼻毛機 40元人民幣的東西 那它呢,啊,有顆電的 有時候的鼻毛呢,貼在鼻子那裡真的很辛苦 就是掃一下掃一下,就經常會打貼 OK,40元也沒什麼特別的 遲些試用了,再跟大家報告一下,究竟好不好 OK,放到下一邊 來到今天的主角 LSP 激光測距2 這個是 小米 米家有品 就是小米的另一個合作的牌子 是網上一個 Hit的產品來的 現在是比較難買的,就算在淘寶買呢,都是要 排隊買 買的就是159元已經很便宜了 那所以呢,剛才我們去到深圳淮強北,還有這麼多貨買呢 是非常之厲害的 他們只是買94元而已 94元我是有賺的,應該買多些來香港買 好了,那我們事不宜遲,就打開它,看看它裡面是一個什麼情況的東西 好,我們先打開一個盒子 先打開一個盒子 順便我介紹一下 裡面是有USB線,沒有什麼特別的 說明書 說明書 沒什麼特別 好,接著就是我們的主角 嘩,好小 好小隻喔 OK 好處是做什麼呢,好處是代替我們以前的 這一隻 大家也用過啦,這隻是 迷你版 正常版的 黃色量度尺,這些是鐵片來的 每一次 收回鐵片的時候,我都很怕會戒傷手 當然是那些大把那些 這個是迷你版不算 而且有時候 每次拉尺 它有時候曲了,它又會不準的 所以呢 每一次拉來拉去也很麻煩 我一直都很想買那個 可以取代這些舊式的尺 工具 讓我找到它 好處呢 其實它可以 嘟一下就可以 直角地去量度距離 又可以連續測量 譬如說它那個位置是曲形位來的 譬如說這個是一個房間 我度完這裏之後 就可以度在這裏,加上總和出來的 甚至乎可以量度這個面積 譬如我量度這個房間 那我量度了這牆 再量度這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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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計算到它的面積出來的了 譬如說你要鋪磚、鋪地毯 這方面不是很方便 然後它甚至乎可以量度體積 體積 所以在這個面積的基礎上面 我知道面積之後 我量度高度 那我就可以計算出 它這東西的體積 即是這房間的體積 亦都可以的 那它還有一個電子水平器 我稍後可以和大家測試一下 還有很多功能 那所以呢 暫時呢 譬如說我現在打開它 先看看 如何穿它 它這個機身呢 是金屬機身來的 感覺上呢 是很 很帥仔 很high tech 不錯的 好 穿了 有一點點光在那裏 不是Laser來的 如果量度的位置 量度的距離 我現在 看到 馬上量度到 2.8米 2.8米 OK 好了 不如讓我和大家測試一下 我們現在這一隻 最新買回來的 激光量度器 我們現在先來到 我們第一個測試 現在呢 有兩個軟尺 鋪在地上 OK 那就是 兩個軟尺呢 都是去到1米的 OK 1米 那我呢 用呢 新買回來的 這個 激光量度尺 去看看 究竟它準不準的 首先呢 機準呢 就是要在底下 由底開始 去量度 因為呢 它是連同機身 去量度 究竟 即是 長度是包括了機身的 現在我測試一下它 首先我按按鈕 那按鈕呢 前面呢 有一個 標示 就是激光的標示 來的 知道目標在哪裏 那就可以看到了 再這樣按這裏 確定了一個距離之後呢 再這樣按這裏 對啦 看到是1米 多一點 因為始終都有個五叉 在這裏 測試合格 我們第二個測試呢 就是測試一下對面那層樓 究竟我們對面那層建築物呢 距離 跟我們的距離有多遠呢 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那首先呢 就是這樣 再做這個金屑 然後呢 對著 看見到 看見到 對面那個 的激光點 那我們在這裏呢 按一按它 出來了 結果是多少呢 是28米 28米 28米 我想測這個高度 叫做這塊 天花啦 我想測這塊木板的高度 由這裏去到 背腳這裏的 的高度是怎樣呢 那可以怎樣測呢 那可以怎樣測呢 那其實可以用它這個叫做三角 三角角 三角角 三角形的功能 這個 在下面這個 對這個 我們先測到上面那個 你看到 我們現在呢 上面這個位 按一下 然後呢 它有一個指示在那裏 看到指示呢 就說 中間的條線 看到嗎 中間的條線 就讀中間了 然後呢 就讀中間了 然後呢 它跟著 它跟著的指示呢 就讀下面那條 下面 然後就讀這個位 按一下 那結果就出來了 這個高度呢 木板的高度呢 就是 1.7米 那 同樣這個 的做法呢 我們可以讀到一些 高過我們自己的東西 可以試試看 對啦 知道我用三角形的方式呢 去計出一些高過自己的方法之後呢 我們可以找這支燈柱去試一試 我們呢 就由燈柱的頂部 先讀到那個距離先啦 然後再去到 底部 即是近著那個水平線這個位呢 再讀一次 理論上就可以計得到這支燈柱的高度的 好 那我們不如一起來試試 先 先做一下 做一下之後呢 我們呢 就在這裡調整 調整一個三角形 看到嗎 這個 先量了斜那邊 最長最斜那邊先啦 我們呢 就瞄著 瞄著這個頂啊 瞄著它 就去試了 瞄著 那支激光呢 很容易會錯過的 我們呢 要看著 要看著激光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跟著呢 就搭另一個距離 就是底部這個距離 再按一下 那補充了 可以見到呢 得出來的結果是9米3 跟我們在政府的網頁見到 都是一致的 因為一本香港的道路的登柱呢 一般都是9米的 都不錯啊 結果來講都是很準確啊 這個測驗 這個測驗也是成功了的 我們也測試一下 如果呢 對面那一面牆 有一塊鏡在這裡 有一塊鏡 會不會影響到它的量度的準繩度呢 那就來試一試吧 這裡有一塊鏡 左左邊這面牆有一塊鏡 然後呢 現在我們在這裡呢 就對正那塊鏡呢 就量度了 OK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按一下 你看到呢 現在對著那塊鏡了 那塊鏡有個光點在這裡 這個點 然後呢 按一下 很難度了 它現在還未量度到 好了 現在量度到了 量度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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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呢 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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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呢 就等於76cm 76cm 由這裡到這裡 我量度過是真的76cm 74cm 我量度過 大概74cm 所以呢 其實都是準確的 OK 即是說呢 其實有一塊鏡在對面 它一樣是可以量度到的 這個測驗也很合格 經過我多方的測試之後呢 我發現這個 米家 的 新產品 極光度距移呢 是非常之好用的 而且尺寸也很小 你看看 是這麼小 OK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有很多時候呢 譬如就算我拉尺來講 拉尺來講 有時候來講 不是每一個地方都可以讓我拉到尺 譬如說呢 好像登柱來講 我就已經拉不到了 還有呢 譬如說 中間是隔了一些東西的 中間隔了一條河的 距離也差不了 所以呢 其實 除了是方便一般家居的用處之外呢 拍照 有時候知道距離 又或者如果你是裝修 又或者是 有時候是 你去遠足 要量度距離的 也是可以用得到的 所以呢 這個我是十分推薦給大家的 好了 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為止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麻煩就訂閱吧 如果可以的話 再給我一個Like 多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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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